完了完了 老张要越狱了 你们看我在泰国碰见谁了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 居然碰到老张了 诶诶我在这儿呢 看来老张对我也是动了真感情 我去这只更激动 直接刺老板娘一身 对了 老板说这种章鱼适合做泰式生烟 那咱也换换口味 买两包配套的小酱料 你们看 他俩一回来就跟我比划上了 先是一段变装秀 接下来是绕场跑 但是咱玩归玩闹归闹 你别出来跟我开玩笑 你出来了我害怕呀 还是赶紧生烟吧 不过你们看这袋子 咱是不是可以把老张扔进去烟 一来方便入味 二来他俩也算住上豪华丹尖了 此情此景 我高低得整一句 老张住进大床房 下一句你们了 现在进冰箱冷藏炎制一小时 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看 这一半红一半绿 看着还挺有食欲 最后加入炸洋葱辣椒酱和臭菜 我先来调章鱼腿 蘸点酱再裹上一层洋葱碎 这也太诱人了吧 我先来一口 我是高一啊朋友们 酸酸辣辣的章鱼 配上炸洋葱 吃起来又糯又脆 搭配着臭菜一起吃 特别清爽 但是这个绿色的酱料 你们谁知道 它跟红色的有啥区别 我是没吃出来 对了 你们还要看我远点啥 评论区告诉我